长征5号发射成功后 美媒感叹中国太空力量已经超过美国 总结的三方面证明这一点 美国网友则认为 有额外的一点是中国航天最大的优势 长征5号是我国太空领域一大成就 这也让世界瞩目 美媒就书写了一篇文章感叹 中国太空力量在三个方面超过美国 首先当然就是长征5号的发射成功了 上一次发射失败后 进行了908天的发动机重新研制 研制团队解决了发动机异常震动的问题 要知道青氧发动机在2001年 开展专项研制的13年里 也不过研制了16台 长征5号的研制团队 却在这908天中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 YF-100发动机和YF-77发动机的成功 使中国成为继合了四制后 世界上第二个掌握高压补燃循环发动机技术的国家 其次就是中国自主创新 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可控的北斗三号系统 在12月27号的发布会中 根据报道 我国的北斗三号 所有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完成的组网 告知着北斗三号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 布盖范围最广 服务性能要求最高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 具有性能指标高 技术体制新 国产化程度高 批产组网 用户范围广等特点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导航定位 其实已经不依赖美国的GPS系统了 之所以手机上还显示是GPS信号 只不过是美国投换概念 把自己研发出的本国定位系统 套上了全球的名利 采取了误会 第三点则是中国太空的名企 在太空领域也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美国航天最依赖的公司之一 便是SpaceX 在我国其实也有类似SpaceX的航天公司 比如北京星际荣耀公司 看完美媒分析的美国网友们 则提出了额外的一点 认为这一点才是中国航天最大的优势 一位美国网友感叹道 长征五号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5岁 美国的年轻人则大多对航天科技不感兴趣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美国的航天科技地位确实将不保 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在各项高科技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火相传 我国自然会越来越强大 美国航天领域的老人是意味着资历 但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被赶超也就是时间问题